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其實歡迎回到這個全面戰爭的羅馬爾 這次我們想說這個派系是 是蘆西坦人Lucitania 在這個戰役裏面 屬於Iberian 應該是伊比利半島西的地方 這個就是Lucitania 有另一個派系跟他很相似 我可能會在一起說 我們不要惹他分開關 基本上如果打戰役的話 他有這個加成 就是你去復兵的時候 多50%的機率是成功 幾乎就是告訴你100%成功 因為你復兵如果是平原的話 可能是25%左右 加50%75%其實已經很高了 由於你森林或其他特殊地形 你很容易50%至75% 再加50%的意思就是100% 整個戰爭基本上就可以 不斷用著伏擊的姿態去打人 所以雖然這個難度是硬的 但其實你真的打上來 不是真的那麼難 照你有多一點點耐性 就是用伏擊姿態 打完別人的主力部隊 才再進攻 那就沒什麼問題了 但為什麼我這麼想說他先呢 因為卡太基裡面有三隻的兵種 這些顧兵兵種是特別強的 首先有這個Nobo Fighters 有這個Iberian Swordmen 和這個Baleric Swingers 這三隊就是支撐著 整隊卡太基的顧兵兵團 大概有距離才這麼強的 當然他有一點點 什麼什麼Iberian Calvary 這些我自己比較少用 但其實也不是沒有人用的 但Lusitani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因為這些顧兵 正統的兵在哪裡就是Lusitani 我們就很簡單地說一說他的兵種 什麼就是為什麼他這麼強 首先Lusitani這裡 他的將軍只有一種 Lusitani Nobles 我覺得可惜一點 你以後是只有部兵將軍 但他自己就很厲害 你看看這裡他固定 一隊是1380元 他的數值跟正外那隊是一樣 咦好像不是一樣 咦這個 勤戰攻擊好像更高一點 咦 這隊是1200元 這隊是1380元 但是你的近戰攻擊是會高於另外那隊 但是這個 這個什麼 武器傷害是低一點 那麼大概打起來的時候 感覺上是差不多的 讓你知道的有一點點數值的分別就可以了 但是因為他便宜就180元左右 所以他基本上 你用他的時候你是舒服一點 你一人數啊或你擺的時候 你也都會便宜一點 那麼最重要這隊是有Head Hunt這個技能 基本上就是把你的攻擊力大幅地提升 但是呢就會削弱你的防禦力 而最重要呢就是你這段時間的士氣是不會崩潰的 那會令到你呢 可能早期去出一次啦 特別是將你後期呢 打一頓殘局的時候 這個技能呢非常之好用 那麼 那麼如果玩到Satani呢 基本上一定用這個呢 什麼呢 戰略加的將軍力 因為呢他會有這個Second Wind 就是再一次把你的體力保滿 當你一用完Head Hunt這個技能之後呢 你的體力一定就會用到沒有變成Exhausted 那麼所以立即就用這個Second Wind 把你的體力再升回滿再打 那麼這個你就非常之好用了 那麼因為將軍只有一個呢 那麼我們呢就沒什麼需要再說啦 那麼我們再看看 Iberian Swordsman 那麼基本上呢就是一個很低價的步兵兵種 但是最重要呢 你要記住呢就是他呢是有這個標槍的 那麼這個標槍呢好像是 不能指定攻擊的 那麼但是呢 你知道他的標槍距離呢 又回到那麼下呢 那麼大塊袖範圍呢 其實就已經可以很好用了 350元 他這個是一個中型步兵 其實這個價位其實真的很帥氣的 你看到輪球比他更加好用的話 或者可能就是羅馬的Hestatis 但是說真的你怎麼跟羅馬的Hestatis比呢 那麼所以呢 Iberian Swordsman非常之好 那麼如果你買了這個女性 什麼鬼呀 Dollars of Mars的DLC的話 你就會有另一隻兵兵 那這隻兵兵基本呢 就跟Iberian Swordsman 是幾乎沒有什麼分別的 那麼差別在於什麼呢 就是呢 血少一點 就衝鋒低一點 但是衝鋒低一點 但是攻擊力高一點 但是呢他衝鋒低一點的話 就有這個Francy Charge 那麼就短時間 增加你的衝鋒速度 衝鋒傷害 之類的東西 那麼 還有你的加速度 但是呢 就是會減低你的防禦力 還有你會用完體力的 那所以呢 其實是少一點用的 最加上你看看的呢 幾乎一樣 是說真的 那麼如果你真的衝下去的時候呢 呃 其實衝完你做了傷害 那麼除非你有第二條線去支援他 否則的話你沒有完體力之後呢 你就會輸的了 那麼就看看這個 呃 形容兵種 看看你如果是一兩隊是執役的 可以作為這個衝鋒的話呢 應該都有用的 但是不會做主力的了 好啦那麼這隊呢 什麼呢 這個應該是 Gorilla Warriors 這個伏兵的戰士 那麼他其實基本上呢 就是勁少少的步兵啦 那麼最重要呢 就是他可以Gorilla Deport 就是這個游擊部署 還有呢 有Stalk的技能就是潛衡 那麼呢 當然這個潛衡呢 就跟這個三國的潛衡很不同 三國的潛衡 基本上跟隱形很不同的 這個潛衡呢 就是理由大概150米左右會見得到啦 那麼基本上弓箭射到 射到的時候 他已經會出現的了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可能你的地圖裡面 有一些很特殊的要點 你想用啦 那麼都可以用的 但是因為他650元 其實貴一點點 你看看他的數值呢 其實他真的很不值 這個650元 除非你真的可以有一些 很漂亮的有機率位置 去利用他的話呢 否則呢 其實是很少用他 但是其實坦白說羅馬2的地圖的那個 可能見到其實已經很高了 其實好少真的可以用得著他 那之後呢 我們這裡有Veteran Sword 什麼是Shield Warriors 努練的盾戰士 這隊的東西呢 就是理極主力部隊的 700元 剛剛好是這個中上劍兵 那麼就跟什麼看齊呢 就跟這個羅馬的 例如這些 Legendary Cohort 或者是這個蠻族呢 的這些 Trozen Swordsman 如果Boei 這裡呢 就是這個Sourceful 類似同級 但是因為你知道 你700元 其實一定不會特別緊的了 那所以呢 這隊呢 會預算他是蠻族系列 但是呢 就低價位 所以 真的打起來 其實是差一點點 那他真正呢 厲害的地方 就是這個Lucitani Nobles 你看到他的數值呢 同回其他人比 其他人他贏1340元 1340元 Old Swordsman的級數 就跟他打 那這個 你就1300元 那就是最高級的兵種之一 但是呢 這個小心呢 就是他的護甲比 很低 那如果他有短程雜火的話呢 他的傷害呢 是他很高的 你看到呢 他只有45護甲而已 那但是呢 如果你可以給他 肉身戰鬥的話呢 他就非常之強 那另外之外呢 他有三隊的不同品種 長輪槍兵 看回呢 就是這個 Lucitani的 什麼呢 Gorillas 對啦 這個應該是伏兵姿態 但是就是槍兵的 那400元呢 那這類呢 就跟剛才那隊很不一樣 那因為他是槍兵 而是反騎兵的 所以呢 如果你在森林裡面 埋伏到一個漂亮位 一下衝出來 標一下槍呢 或者是你阻礙了別人的 騎兵的進展 其實這400元 其實就已經可以說是 使得OK的了 那因為他便宜嘛 那所以呢 其實呢 就有用過你 上面那隊呢 這個游擊戰士 那但是如果你真的用起來呢 一定是用500元這隊的 這個呢 就是什麼鬼 Skutari Spearman 這隊的厲害 厲害了 500元很便宜 有標槍 數值 不差 所以數值 最重要是什麼 有這個反騎兵戰術 這個技能 那你看看 他呢 bonus vs large 加20這裡 那這個是一個真實上台 騎兵裡面 殺騎兵已經是很快 基本上槍兵打騎兵 在羅馬耳裡面 殺騎兵是很快的 一升了這個之後 我記得他應該最少升 20至30下去 這個bonus vs large 是簡直是秒騎兵的 我告訴你 你這些重騎兵 都被他殺的 是極之快 最重要是5個水 大哥 超級大 那之後呢 有一個出色的貴一點 700元 但是呢 其實數值呢 兩隊其實是 不算差太遠 你看到他的近戰術 傷害當然高 但是其實你講真的 騎兵 不要真的站在那裡跟他打 你呢 一定是會用你自己的騎兵 去吸引他 去擋住他 令到你的長槍兵 是可以追著他打的 所以我覺得 500元很夠用 700元已經太貴 甚至呢 最重要是700元 其實你已經不是說 這個重型槍兵 是中型槍兵而已 那如果兩邊的重量 是差不多的話 那我就會覺得 用500元是較少的 那我自己很少用700元而已 然後呢 遠程兵 有這個Iberian Swingers 這隊呢 最普通的 投石兵 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呢 他的數值 其實都不差 最少呢 當然應該是比 凡希臘系的 投石兵 比較厲害 Iberian Skirmagers 標槍兵 沒有話可說 跟普通一般 標槍兵沒有分別 最重要是這個Belaric Swingers 整隻 裡面最強的 投石兵 但是你看看 如果你是叫顧兵的話 通常人家最多是叫三隊 而你呢 因為這個是你自己的部隊 你是沒有上限的 但是說真的 他一隊Belaric Swingers 560元 你看看這裡 560元 560元那麼貴 就是你不能叫得多 三隊其實已經很夠了 好少真的用得多過三隊 你多過三隊 應該就不是在玩這個Large Funding 可能有其他Funding 其他Funding比較高一點 沒什麼所謂 但是你高一點起上來 可能你說 我不需要跟Belaric Swingers 我叫多幾隊 高級的騎兵也好 劍兵也好 Rush也好 所以就沒有說 有得用就有用 這樣 就過癮一下 然後呢 他這裡是沒有這個衝鋒騎 反而這個近戰騎 Iberian Calvary 我自己很少用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息事 是500元 但是他這個輕騎 輕騎 我覺得這個致命傷都高的 因為你跟其他騎兵 打起來的時候 你成功真的很快 但當然 他輕騎的速度快一點 如果你拿他來 召喚一隊拿來 去追別人的遠城兵 有些特殊任務給他 都OK的 但是主力就一定是這個 Skateri Calvary 這隊是680元 中型騎 跟一般的蠻族比起上來 其實是比較差 因為令人家700元 是這個重騎 那你只看這邊 700元 Heavy Horse 甚至是羅馬 650元 都已經是Heavy Calvary 所以你的騎兵不是特別強 但是他有什麼好呢 首先他BONUS VS LARGE 數值還沒夠高一點 跟騎兵打起來 就是好一點的 如果是Heavy Horse 只有10元 所以真正打起來 其實你不會輸遍太多 最重要的是避開第一輪的衝鋒 或者即使你吃第一輪的衝鋒 看你的時候也會有麻煩 那你的將軍有第二輪的 通常會留給你的 Skateri Nobos 其他的角色這樣用 然後這隻的軟性 其實什麼 Kentabrian Calvary 我從來都沒用過 但是現在 講完 看一看 以41的標槍 我好像應該要用一下 7下標槍 基本上大部份的標槍 其實差不多 那500元的標槍 看看有沒有其他 如果我們看回Boei這裡 不是 他是沒有的 Galachian 我們要550元 30搖 那真的想得過 雖然他的近戰能力如何 先看看 近戰能力非常差 那好像也不是很划算 有用 我覺得如果你可能用來殺大象 或者是反棋 可能用得著 但是41標槍其實是厲害的 那剩下的工程武器 就沒必要講 那我們就進入實戰了 那我們第一場 這個就 那些補充武器都很會死 最少是一年前打的 那這個就在Satani打 這個Selucid Selucid我已經拍了片 做教學 就說他們是怎樣 基本上 這個範 這些派系 東方派系 或者希臘派系 很多時候是有長槍兵 或者是 這個 超級長槍兵 那我只覺得 就是Lusitani打 這隻超級長槍兵 是最好用的 首先我們看看陣容 我們看到三邊 我的軍隊主要分了左右兩邊 左邊這隊就是普通的 Aliberian Swingers 三隊 然後我們有Veterian Shield Warriors 這些就是我的主力 這個是中架位 然後後面有一隊 Aliberian Swordsmen 兩隊 拿來支援 就是一隊騎兵在後面 這隊是貴價少少 太便宜不行 還有我將軍是一樣的 右邊我們看到 Aliberian Skirmish 我特意留一隊 因為我知道 這個Selucid 很容易會有大不獎 你沒有這個標槍 是搞不定的 大家現在想起 我剛才那隊標槍 其實應該是強少 不過我沒有說 但這隊騎兵是年前打的 好啦 Aliberian Swordsmen 他們因為懂得標槍 所以我加起來 跟兩隊的Balairic Swingers 我的主力火力 其實是在右翼進攻 加上三隊騎兵 互相支援的情況之下 希望在右翼裡面打出一個標槍 但是看看對面 對面這裡 我們有一排的Easton Swingers 一打 Easton Swingers其實是挺強的 他的盾牌值好像是高一點 然後有Easton Spearman 一隊垃圾做獄盾 後面一二三四隊的Thor Shortsmen 這個范希臘派系的劍兵 一定又不夠他們打 因為范希臘派系的牌圈 基本上好像是跟教委的劍兵最廢 他只不過擋到 但是一定贏不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別人的騎兵 是比較強一點的 這個Median Cavalry 應該比我那邊更強 當然 別人的Easton Swi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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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隊很厲害 這個沖蟹 我沒有任何單位可以調 基本上是 另外這裡有一隊的普通蟹 大笨象走過來了 這裡有兩個Thor Shortsmen 基本上我們的陣容大概這樣 你看到我這裡直線就衝了 因為Iberian Swingers350一隊 他們立即衝上前做這個優勢 你看到他們也開了這個散陣 Iberian Swingers是有一個散陣的功能 所以你看到我這裡走上來做肉盾 後面的投石兵 攻擊你的投石兵盡量消耗 這裡就是我的騎兵 找到這個位置 我就看到我的騎兵在這個位置 本身是在這裡 跑過來這裡是因為 我看回其實我這裡的人數多一點 所以與其在這裡跟別人正面打 我寧願調多一隊騎兵走過來這裡 令到我這裡可以盡快去淹沒了別人之後 就可以有一個側擊的位置去幫我正面 但我這隊騎兵其實在這裡跑的時候 應該操作15分 就被人抓到 但Ethan Spearman基本上殺不到人 但是就是後面扔過來的投石 就傷到他就向後撤退了 那我們看回這裡 應該是開打仗 但什麼呢 就是大笨匠衝過來 我用一隊騎兵去鎖上來的大笨匠 後面這個Sermish的標槍 就這樣殺他 基本上就是犧牲一隊騎兵去換人的大笨匠 這個大笨匠很貴 2千多元還是1千9百多元 只要我捉到他就可以了 另外看到我另一隊騎兵的Sermish後面 萬一他就有什麼成功衝過來 再衝上去補多一槍標槍 應該可以做到很大的傷害 我們看回這裡 我的劍兵已經衝上去 跟ThorSermish打 這裡我知道自己一定會贏 後面就是我們的騎兵 被別人另一隊騎兵捉到 這裡其實損失慘重 但我這裡有兩隊 B-B-B-Rexpring 跟著拋石的情況之下 暫時擋住他 因為有其他更多事情要去做 最主要就是想搞什麼大笨匠 這裡有一隊騎兵 基本上就是死去手 立足派第二隊騎兵 盡量不要讓大笨匠離開 這裡是因為大部分的資金外緣 我們這裡看到 Lucitani Noble衝過來 看到別人有另一隊兵 這個缺口就是這裡衝進來 但是電腦 不是電腦瘋 這是人 這個人 這個玩家 他的將軍在後面抓住 後面吃了一下鑰匠 其實這下會上 我就再提醒 這個真的不太好看 好了 這裡也抓到人家的頭身兵 但是被將軍反衝一下 這裡又送多一隊騎兵 基本上 唯一值得好笑 就是我的劣勢Tani Noble 找到一個機會 衝去別人這隊 Thor Assaultsman的背脊 就可以得到勝利 好了 大量看到 我們的步兵已經正面 就打了 這裡我們沒有特別說 因為全部都正面推 沒什麼說 因為我這些劍兵一定贏Thor Assaultsman 正面推進來 就照打著 反而就是別人的騎兵衝出來 你看到一些殘血的Iberian Swordsman 就和追不捨 暫時趕走 我們將軍盡量保護其他頭射兵 這些頭射兵因為雜負攻擊 去攻擊別人 所以 所以原來我們本身的數量好像比較少 但其實我最後都贏了 因為剛才我的Iberian Swordsman 我們先減一減 暫停 這裡有很多屍體 我的Iberian Swordsman 在這裡用一個散陣吸收雙台 令我的頭射兵進攻 我的頭射兵就比較少被人扔中 他就被我雜負攻擊的情況下 就是我犧牲了我這350兵的Iberian Swordsman 去達到我這個攻擊輸出 這裡就沒什麼好說 我的劍兵基本上一定會贏 直接衝過去就沒有死 這裡反而輸 剛才他這裡是被人閘火 扔了幾下石頭 但其實整體上一定會贏 後面另外一隊Iberian Swordsman 因為人家這隊騎兵一定會跑過來 不同方向走過來攻擊我 將軍又補一補 Iberian Swordsman補一補 盡量保持著幾多頭射兵 但因為我這全部頭射兵都便宜 萬一失敗都沒什麼 反而貴界的這裡撤退 這邊一路撤退 這裡我覺得自己就操心了 你看到我這裡質疑衝來 想幫幫忙 說真的這裡不是幫忙 這是Lucitani Nobles 反而被人家的將軍衝了背部 就這樣走過來 這一下其實都很傷 但Lucitani Nobles 是不是打著呢 就像可以看到 我這裡已經成功清亮的大軍將 好了 我們用了什麼才能清掉 我基本上用了一隊半騎兵 再加一點子彈清掉 就成功了 我們標槍的戰術成功了 這邊人家有這隊Thor Assault 追尾兩隊Baleric Swingers 這裡其實我應該要找東西救他 但待會打起來應該是不記得做的 這邊我既然是兵走過來 就過來支援這個位置 這個時候你看到人家的將軍這樣走出來 因為其實這邊人家已經在輸了 你看到人家這隊騎兵 其實成功在這隊強硬衝進去 攻擊我的頭射兵 但是他太強硬來 就給我的騎兵 甚至我其他步兵的標槍情況下 就全部清掉 看回這個對手 基本上已經沒有太多有心的戰力了 這裡有個將軍跑出來 但是你看到人家的劍兵 全部都不夠打 基本上我自己用這個Lucitani 就是如果他跟蠻族打 其實真正的蠻族 我講的是這個日以晚系列 通常他是不夠打 因為呢 說真的日以晚系列他們真是好死的 好啦 我這兩個人贏了 日以晚系列他們太厲害了 Lucitani是頂不住的 但Lucitani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就是首先他的頭射兵力很強 又便宜 Baleria Swingers的攻擊輸出很高 再加上Abarriant Swordsman 他那種標槍的距離 令到他打這個泛東方派系 和這個泛希拉派系 其實呢 非常之好用 最重要的是 那些人看起來 通常不覺得他是滿足 所以他就會覺得 你用這隊其實沒什麼 好像這隊我再一次 我們跟這個馬奇頓去打 當然馬奇頓會帶比較多的長槍兵 還有這個騎兵 那這一場呢 我們就看看 你看看我的陣 就跟剛才基本上一樣的 那這些因為你知道 其實真的拍的時候 都大概差不多時間了 那我在試驗著 一些不同的戰術 所以這裡可以加速一點 看看對面 人家是在擺一個陣 這個是什麼陣 我們看到中間有些普通的方陣兵 右邊這裡有Shield Bear Shield Bear 是馬奇頓最強的 其中最強的長槍兵 好了 這裡有你一輪的攻擊交換 看見我全部都是這個雜貨攻擊的 然後呢 這個Belarisk Lunar再一次 就上來 剛剛也有了沙論 霸佔上面的山頭位置 好 這邊呢 The Salonian Calvary 這些是中型衝鋒騎 中型衝鋒騎 因為他的體寵不夠 質量不夠 真的衝你上來的時候 其實他的傷害 也沒去到很誇張 所以你看到我這些普通的中型騎 其實都可以去威嚇一下 這個時候 人家一直在打 經常看到我的投射兵 全部都是集中攻擊 人家的投射兵 互相交換 好 然後呢 我們看回這裡 我的騎兵 在這個位置 大概想打佔一個山頭 好 這裡 Belarisk Lunar 站在這個位置 再一次推轉過來 你看到我們基本上 扮了這個山頭 之後 另外一隊Belarisk Swingers 就是在這裡 丟一下石仔 做得多少 輸了多少 現在呢 人家的The Salonian Calvary 向前衝 兩輪的 已經是丟了 準備呢 就衝鋒了 因為我後面 有些Iberian Sword 跟他做支援 所以你看到我是很勇敢 直接跟他組裝過 那我就覺得 這裡有寶兵支援 但其實真的 說打起來 其實也未必是 這邊呢 你看到他的將軍 Shield Bear 在山上 有兩隊 最少 有一隊Belarisk Swingers 攻擊他 因為Belarisk Swingers 他們的破甲傷 是比較高一點 所以你看到我 他站在這裡 打我是 無任歡迎 另外一隊 Lawson 差點Nomo 打開這個Head Hunt 直接衝 然後殺了 我的將軍 這個位置 可以看到直接衝上去 正在這裡 你看到我的騎兵 跟別人的The Salonian Calvary 打其實這裡 不是輸得太多 因為反正大家都有騎兵 再加上山上面 有Belarisk Swingers 的支援情況下 這邊就很好看的 但是呢 另外一隊 別人的The Salonian Calvary 再支援 還有這裡 我們看到兩隊 標槍兵 別人這些是 第二 顧兵的標槍 雙刊 是4-1 雙刊 站在這個位置之後 再加上 雜火攻擊我 Lawson 本身 都圍著他 但是現在這個位置 就是被人扔 就搞不定了 那麼 這裡你會看到 損失得非常快 好 我們看看這邊 我的左翼 其實基本上我剛才的 操作傳播就是右翼 右翼穩定我 之後 我們的主力部隊 都去正面衝鋒 那這些所有的 普通的劍兵 不是 普通的槍兵 放一個陣出來 是不行的 你看到 側翼這裡 是被我包圍著 他是吃了這個 被人flanking 那種的 debuff下去 所以加上 也都不是同價 我貴他一些 這裡是絕對會大勝的 那麼我們看看這裡 這邊跟別人的劇兵 去交戰 因為有這個Lucitani 不是 Iberian Sourceman 支援程度 也照樣組織 但是你見到 我們投石兵 就暫時站在一些位置 有些支援一下 但是基本上 我們是憑著什麼 在劍兵上面 贏這個長槍兵 這個天驚第二 在這個浪瓦2 但是你見到 我是不斷地用投石兵 去做出一些 有利位置的傷害 如果人家強硬去突破 就像這裡 我們看到 這裡有些騎兵 成功突破 之後 我們後面 就必須要有一些 劍兵去支援 這些劍兵支援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用錶槍來支援的 這些錶槍的支援 很快就會把人家的騎兵 清除乾淨 好 這裡我們看看 人家的將軍 基本上是死定的 雖然我的Lucitani Mobus 損失慘重 但是也殺到的將軍 我覺得也任務完成 好 再看看其他位置 主力兵線 其實已經全部清除乾淨 你的投石兵 也都不斷地集中火 攻擊他後面一點 好像這些兵 他們沒有盾牌 他們也沒有盾牌 他們也沒有盾牌 這些就很害怕 投石兵 這邊打完了 你們看看 主力這裡 其實還沒輸 但是就這樣看 又不成太大問題 雖然人家有些槍兵 在左翼裡面贏了 但是我們這裡 也要移開 應該沒有問題 我都看到 頭石兵應該會向後移動 但是這次補兵 很久之前還 我都不太記得發生了什麼 但是這裡發生了什麼 就是我的Lucitani Mobus 這個是我的將軍 再一次衝過來 這個位置看起來 原來我們是不整個派陣的 當然他的派陣 間距比較短 但是其實也算得到 我現在看到之後 就向後撤退 等我去拉一點距離 就用這個投石兵做攻擊輸出 這邊人家應該已經丟了所有的槍槍 所以就開近戰走過來打 但是你看看 我們其實剛剛一直在做什麼呢 就是盡量用投石兵做引導 或者什麼都好 基本上就是換炸人的騎兵 當人家沒有所有的騎兵之後 我的劍兵就一定可以打贏槍兵 那就是憑著這個打法這樣贏的 這裡我們將軍再一次跑過來 這邊我們需要的衝鋒 其實已經差不多完場 我們就可以加速 這條補兵呢 感覺上好像飛了一點 你會看到很多情況 都是這個兵種上面的勝利 那我們快一點點看起來 那這邊呢 其實人家這樣打這麼多槍兵 我贏其實也是一個很合理的事情 那我們可能我們看看 最後這一條補兵 這個就是這個 什麼 埃及 埃及 這樣也是說 為什麼我就會用這個 永遠都是看到對面 用一些會有派 什麼 陣容 這些長槍兵的陣容 我才會用這個 Lucertani 他的強大的 投射兵 非常好 那這一場呢 我可以看到 這些投射兵 因為這些全部是便宜的 投射兵 他們呢 其實就 不是 反正他們有什麼事 死了呢 其實沒什麼所謂 但好像看到 你看到人家的 這些 是一些中型的 那你會看到 他衝進來 殺了一點點 投射兵 但是很便宜 引誘了 進來之後呢 扔一下小小石 做了攻擊輸出 那 其實對於我來說 是不是有太大的損失的 你看到這裡 我們成功 就扔了一點點 當然你看到 喂 你這些投射兵 好像死了很多 可能我 但說真的 他一隊很便宜的 那一下呢 的交換 都沒有說 很差的情況 甚至 你看到 他跑過來的時候 像這一隊 差不多有半人 分分鐘 這個損失 也已經大過 我自己的損失 好了 這邊看到人家 再一次有埃及騎 衝過來的時候 那些投射兵 又人再一次 成為誘導 吸引他過來 這隊兵其實是有撤退 不過不重要 你看到呢 人家看到我這隊 好像沒有人手 就衝過來 衝過來之後 後面的步兵 其實就已經一直等著 然後一輪的錶槍 這樣錶 你們的騎兵 是立得這麼低 我一百個部份 但我覺得 這一下就算是十五 你看到我整隊的 不是 這些投射兵已經補了 但你們看回 這裡人家的騎兵 有十隻 這裡差不多是七隻 交換 都未說到很差 好了 你看到現在 全部一些 來回回的交換 基本上 盡量佔少許的優勢 但你見到我損失 全部都是一些 平價的Iberian Swingers 我的主力 BelariaSwingers 現在就走出來 這個位置 這邊我好像 我因什麼 接觸得這麼遠 這個應該是十五 沒理由追到這樣 但是呢 浩市成功捉到 捉到少少 那你見到 人家的騎兵 立即 就在這邊 跑過來做支援了 好了 我們這裡 再一次進攻 但記住 看回人家的兵 基本上這些 全部都是 超長槍兵 那他這裡 沒放過就 但這些全部都是Pikeman 那這堆Pikeman 正面是打不到 所以你見到 我會不斷找機會 扔他爐 這裡再一次 人家打算去捉 我的頭石兵 後面有這些 重力的 暴兵 然後 劇兵再後面支援 這一下 你就收了我的劇兵 每一次 都是收少少 這邊 14人衝 沒錯 這裡是會損失 但是 這邊 我的劇兵 本身剛才是這裡打的 這裡要向後撤 這裡這樣夾一夾的情況之下 人家的所有騎兵 其實都被困在這裡 就可以消滅了 那只要人家沒有了騎兵 這些是Pikeman 其實都做不到什麼 好了 也說回 你看到我所有的頭石兵 全部都是集中火力 攻擊到人家的頭石兵 反而是他的頭石兵 是扔往前面的Iberian Sourceman 就作為獄響 那這裡就是我剛才之前所說的 標槍 看到這個標槍的距離 大部分的兵 是扔不到那麼遠的 那要提到Iberian Sourceman 才能扔到那麼遠的 那這裡就見到它有切退一點點 但正面基本上還慢慢施壓 那看回 你的騎兵 基本上已經消滅乾乾淨 整天看到我的騎兵 已經是護航了其他頭石兵 我知道我的頭石兵 只要繼續保持住的時候 其實是贏得到的 那另外呢 我的步兵 也都在這些地方繞過來 因為呢 Pikeman他真的不能夠轉身 那你們就見到我 所以我呢 只要有一隊走過來 就在後面殘殺他 在這個情況下 他的Pikeman轉身的話 就會讓我其他的騎兵 或者步兵 就找到機會了 那所以你看到現在 就已經好像有 小小貓豬老鼠的情況 他的騎兵 就不斷想找辦法 殺死他的頭石兵 然後他的頭石兵 就站在高位 盡量做輸出 這邊呢 就清完另外一隊的Pikeman 之後呢 就再一次拉開他們 我們就不要跟他們正面打 現在 你看到我的騎兵 不是這些寶兵 是正在走的 這個位置呢 這個看起來 我覺得我自己 躲出了心 我大約可以找一隊騎兵 在這裡衝一下 其實沒什麼所謂 但是呢 我當時就很怕會 失去我這些 這一隊 主要是Balary Swingers 這裡我們應該有其他的 Swingers 走過來 但質疑這裡 是射 是攻擊的 這裡你看到我更多的寶兵 衝完之後呢 盡量消除乾淨他的頭石兵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這邊我應該要向後走的 但不要算 這些失誤呢 打到下一個一定會有的 Iberian Swingers 跟別人的將軍 這個Royal Paltest 打在正面 這邊應該要撤退的 好 這邊呢 人家就開始呢 可能是不耐煩的 他就看到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 中後期的時候呢 他開這些技能呢 就爆發這個攻擊的輸出 那這裡呢 這邊呢 就看到我這個正面的騎兵衝完之後 立即另外兩隊騎兵在這裡 收後了 就把他剩下的小小位置呢 也都清了 這個時候呢 也都開明了衝鋒技能呢 把他所有的騎兵在這裡呢 撞鬆殺了 那看回這邊的主戰令呢 基本上呢 就是當他的騎兵收到動力之後呢 後面呢 比如我包圍了他的時候 所有的Pie Friend呢 其實已經是沒有任何的戰力了 你看到呢 他的選擇想切打 又可以 不想跟他打 退後又可以 這裡你看到 他已經在撤退的呢 就有這個 Swingers 人家的將軍不斷這樣追的時候呢 Swingers說真的 他基本上這麼輕裝呢 是鬧炮 你會租他不到的 那這裡提回剩番呢 基本上你看到 不斷的爆圍 就找機會啦 如果人家的Pie Friend 正面跟你打 不要跟他打 就撤退啦 投射兵不同的角度 扔石掣 基本上是清完牆的啦 所以Lusitani呢 勁是些什麼呢 就是一些便宜的Iberian Sourcemen 再加上便宜的Lusitani Nobles 中價位 也都比這個 范希臘派厲害一點的劍兵 就打這個游擊 你看到我呢 我好幾場啦 TB這本相呢 都是我們投射兵座的主力輸出啦 不斷去趁後 找機會的 那這個派系呢 我自己覺得 是不是很厲害呢 不算是很厲害 但是呢 他就足夠可以解決 基本上大部分的 這個范希臘派系 特別是呢 當你覺得 人家會用Pikeman的時候呢 選擇他呢 是非常之好用的啦 好啦 那今天的派系介紹 是這麼多 捉這麼多大佬 不要混槍龍啦 再見